这么满满四大盘子 再加上咱1.5升的黄皮白皮您任选 108的海鲜套餐 值还是不值 您觉得这个性价比又如何呢 这就是咱家生蚝 其他不说 就问你这个个子 行不行 巴掌大小 以后叫我生蚝群 这个肉汁多饱满 这就是咱用的南美大对虾白虾 看看对比一下个头 要做就是做点跟别人不一样的 这种烤出来的那种肉汁啊 鲜美 鲜美肚哦 鲜美肚哦 鲜美肚鱼呢 就需要用到我们家的秘质料了 自己调的酱料 这小黄鱼个头也不算小吧 咱家小黄鱼主打的一个就是嫩 咱家用的鲜鱼 比手掌如何 我们是把这个蒜泥啊 铺满整个生蚝 这么大个生蚝 半斤五家的 基本上也要七八分钟 蒜泥再跳舞 生蚝就OK 出餐咯 大浪小酒馆给您的不光是餐食还有什么快乐 了解您各位 友情提醒 开车不喝酒 为什么不喝酒 生蚝这么大个 五家的 这个肉肥不肥 美不美 什么加油这样的美容人的 不用多说 入口 肥美 厚实 这个虾的个头 没毛病吧 光这个虾肉 它要锁煞了 所以是咱酱烤 好多粉丝啊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咱有粉丝群的 大浪粉丝群 靓女 帅哥 可多啊 有好多福利了 这个苍鱼 咱大浪不吹牛的讲 我找了四五家供应商了 从线上到线上 真不容易 我们这个成本不低 品质放在这边呢 肉质很细腻 咱这个套餐的特性呢 不是那种大肉大鱼的 虾啦 生蚝啦 苍鱼啦 喝口小酒 撸点小串 毕竟到我们这边 有吃晚饭的 更多的是二厂 过来放松的嘛 咱大浪不是小气的人 所以我们还搞了点 充实活动 也是回馈您各位 活动力度 还是蛮大的 小黄鱼新鲜不新鲜啊 看肉质 蒜瓣肉 这个肉色 雪白的 新鲜 现在平时 一般大浪 也都会在店里 如果您来 之前在我们粉丝群 at下午 还是那句话 粉丝群里 大浪 在小酒馆等着你 啊